这是2021年金纪国际影展上的优秀影片 《孔白》 一场车火后 涉及的当事人备受影响 悲痛 暴躁 压抑 令人窒息 与此事件有关的人们既是受害者 已是加害者 影片现实感强烈 包含了校园霸凌 媒体效应 道歉文化与日本多种社会问题 其实类似这种社会问题 我国不也正在发生吗 影片李古田心态饰演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 他是一个愚民 因为工作繁忙 对于女儿的爱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巨大的空白 甚至扔掉前妻为女儿买的手机 这不是初中生该有的东西 直到事件发生 父亲才陷入了疯狂中无法控制悲伤 女儿在超市里拿指甲被店长发现了 他把女儿带到了办公室 可女儿过了一会儿跑了出来 店长也在后面紧追不舍 眼看店长就要抓住女儿了 惨剧发生了 一辆小轿车撞飞了女儿 女司机也吓得不知所措 女儿缓缓爬起 店长连忙冲了上去 一辆货车呼啸而过 带走了女儿 然后货车滑行了十多米才刹车停住 父亲看到女儿的尸体悲痛欲绝 瞬间激起了痛失爱女的情感波澜 怀人的前妻也来到了医院 父亲拦住了他 女儿早已被卡车撵得血绸模糊了 开小车的女司机现在也是惊慌失措 完全不知道警方在问他什么 而货车司机显得极为冲动 他一再强调自己提前踩了刹车 媒体也立刻参与其中 报道了女孩是因为在偷东西被抓 逃出超市遇到了车祸 并且采访附近居民 了解到超市新来的店长是一个不苟言小的冷酷之人 店长来到了女儿的追悼会上 向父亲真诚的道歉 他太冲动了 追赶偷东西的女儿 才造成现在的后果 可父亲一口咬定女儿不可能偷东西 而且他也从来不化妆 怎么能偷指甲油呢 证据在哪呢 恰巧监控也没有录到女儿偷东西 店长还是说在女儿包里的确发现了指甲油 父亲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他一把抓住店长的衣领 一定是你想对我的女儿做什么 他才逃了出去 你现在还要诬陷她 旁边的媒体也记录下了这一幕 第二天 父亲家门口就被人贴满了指责的小字报 而超市也被喷写了大量侮辱的字语 不明真相的人们 永远会第一时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别人 父亲来到了学校 他怀疑有校园霸凌 女儿在去世前曾经跟他说在学校遇到了烦心事 他想要搬几礼化妆女孩的名单 可主任并不配合 班主任还是于心不忍 偷偷询问了同学 同学们矢口否认班级里并没有欺凌事件 并且他们对女儿这个人印象都不是很深 夜里媒体又围上了父亲的家 既得监客的问题惹怒了父亲 虽然徒弟即使把他拽进了屋里 可记者还是拍下了父亲暴怒的镜头 前期找到父亲 他在电视上看到父亲暴怒的情绪 他劝说父亲应该放手 这样女儿也不会开心的 而且女儿一直都在用指甲油 不过是透明的 只是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他 小车女司机也找到了父亲 真心的请求父亲原谅 满是恨你的父亲 只能这么轻易的原谅 恨可比原谅容易多了 再次来到学校 看到同学们对女儿的匿名调查报告 发现女儿跟同学们的关系非常疏远 他想找到这些同学直接谈话 可主任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父亲气愤的离去 主任却告诉他 三年前有个同学的姐姐 受到过超市店长的骚扰 好一招转移视线 学校彻底撇清了关系 女儿偷东西遇到车祸惨死 却遭到吃瓜群众的深深指责 因为媒体的无良报道 不明真相人群的道德批判 整个事件并没有苦楚 反而都像是加害人 店长在公交车上也是被人指指点点 他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 奶奶全说店长 勇敢面对现实 不要逃避 肯定会说明白的 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糟糕 奶奶还是太年轻了 店长随后接受媒体访问 诚恳地对女孩父亲道歉 并准备用余生赎罪 最后礼貌地微笑回应 却被媒体打做文章 直到现在还是嬉皮笑脸 完全不承认自己的过失 看到这则新闻 父亲准备直接去找店长 他直接把指带又放进了包里 他要看看店长的反应 当初店长不就是这样抓到女儿的手吗 店长深深鞠躬道歉 才让父亲离开 不过查到证据前 他是不会罢手的 父亲走出超市 记者又上来采访 父亲轻轻推开记者 这个动作幅度说 轻轻应该是没问题的 结果记者随即倒地 这甲率太完美了 就因为 他扒了我 果不其然 媒体又开始报道了 女记者被他推到 脚上需要三周才能复原 如此暴力的父亲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还找到了 父亲的熟人进行采访 这个美了脸的男人 说出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他也被伤害过几次 可父亲却根本不认识这个熟人 为了替店长申认 超市的同事大姐印了船单 希望大家能看清真相 结果这种做法激怒了父亲 他在拉面店找到了店长 听到店长点了一大碗拉面 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小鼻仔子 你他妈的胃口啊 吃着拉面玩着手游 他拿出船单 只问店长什么意思 店长拉面也没吃 就慌忙地逃离了面馆 父亲却在后面 像个幽灵一样 紧紧跟着店面 第二天 父亲仍如复古之居一般 站在超市门口远远望着 超市大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跟父亲开始立乐 他想不明白这么大岁数的人 怎么不讲道理呢 店长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一直在做志愿者活动 可父亲根本听不下去 他只要真相 然而媒体比他们更想知道真相 也许是想挖出点有意思的东西 他们又找到了父亲 小徒弟出面 骂走了这帮人 店长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看到女学生偷东西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上前 反而是大姐上前带走了女孩 超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顾客越来越少 只有大姐还在坚持着想摆脱困境 女司机又找到父亲道歉 可父亲根本不理会他 他不会原谅任何一个人 父亲翻看着女儿的相册 里面女儿的脸都被涂黑了 他询问前妻 女儿是不是受到了欺凌 可前妻告诉他 这些都是女儿自己做的 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你的女儿 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 喜欢玩什么吗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父亲又跟上了店长 店长已经服了 他跪下来恳求着父亲 他真的是因为女儿偷了东西 才去追赶他 可父亲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偷东西 他仍旧跟着店长 并且说着女儿死去的样子 字字珠心 店长感觉陷入了无尽的自责 面对驶来的货车他毫无反应 幸亏货车及时刹车了 父亲把他推到路边 父亲失去爱女 陷入了无法控制的悲伤情绪中 而店长却被自责压抑得生不如死 买的盒饭少了一块炸鸡 他就开始愤怒地大骂店家 情绪冷静下来 店长觉得也许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 父亲接到了电话通知 有人自杀了 死的却不是店长 而是女司机 他还是因为悔恨走上了这条路 当父亲前来调研 女司机的母亲走了出来 他并没有埋怨父亲 反而深深地鞠躬对父亲道歉 请求他可以原谅死去的女儿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謝ってどうにかなる問題ではない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ます 事故起こした責任をこんな形で逃げ出してしまって 本当に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これも全部心の弱い娘に育てた私の責任です 本当にすいません これから負うべき責任は 私が背負って参りますので カノンさんを失った悲しみや苦しみは よく理解しているつもりです だからといって 罪が軽くな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が 母親を許してください 許してください 許してください 这段真要用原声才能体现出 这个母亲对女儿的爱 同样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他并没有因为女儿的死而奋斗 反而要承担女儿在世前的所有责任 他了解自己的女儿 只有母亲为他扛起所有的责任 他才能走得安宁 望着那张微笑的一笑 父亲第一次意识到 他真的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他开始翻看女儿的一切东西 他开始要知道女儿都喜欢什么 他开始尝试着走进女儿的世界 他的心态也开始一点点的改变 给女儿扫墓遇到了前妻 还是老样子 他仍在讽刺着前妻的现任老公 可前妻开始替自己的老公反驳 他气愤的要离开餐馆 父亲却意外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 他低下了头 前妻也露出微笑 看来父亲是真的释怀了 超市也即将停止营业了 虽说事情过去了 可店长仍然还没有走出来 事情过去很久了 所有人都在继续着以后的生活 父亲的脾气依然是那么暴躁 堵车时候还是会发现着自己的脾气 不过他看到了交通志愿者 竟然就是店长 两人心兵气和的聊了一会儿 父亲原谅了店长 他也是有些愧疚的 不过恨意还是有的 故事也即将结束了 班主任给父亲送来女儿在学校的话 看到女儿画的那孩童云朵 父亲潸然泪下 当他进入女儿的世界 他才理解女儿在孤独世界中的困境 也许正是这种长期无人沟通的状况 才是这场悲剧真正的来源 哪怕没有车祸 女儿也会在这种压抑下慢慢枯萎 被毫无交流的妇女关系温柔的扼杀掉吧 影片最后也没有大火司机的出现 难道日本的货车也是有大额保险吗 并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火车司机的确是不会刹车的 就像影片中一样 可能撞死人比撞伤人处理要简单得多 还可能是由老板来解决这一切事故 他们根本不会冲联 他们甚至只是埋怨着惊天真倒霉 撞的是什么他们也许不会在意 愤怒的结局是和解 负罪的结局是放弃 只有旁观者的嬉笑在不断地延续 由车祸引发人与人直接的恶意冲突 吃瓜群众也会随着群体言论而居高指责 他们留给当事人的只有愤怒的咆哮和无尽的愧疚 这个并不非黑即白的世界 有谁真的可以去评判呢 也许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吧 感谢观看